记者赖小彤新北报道,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贞昌今天上午至板桥区市场扫街拜票,应媒体要求苏贞昌做出上节目时模仿猪的动作,声音,表情微妙微笑,一旁民众大赞好可爱,议员参选人也被逗得哈哈大笑。 苏贞昌昨天与一人郭子乾一起上节目,其中一段是苏贞昌模仿猪叫声,引发网友热烈讨论,苏贞昌说,他从小就很调皮,很放得开,昨天上郭子乾的节目很轻松,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看看,听说点月帅已超过50万人。 因为从小家里有养猪,所以猪的长相,叫声及动作,他都很清楚,媒体要求苏贞昌现场示范学猪叫,他则要在场媒体一起做,还说大家要守信用,不能骗我我。 面对镜头,苏贞昌一只手压住鼻子,接住发出勾勾勾的声音,表情非常到位,在场人士全都跟住一起做,所有人笑成一团。